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在睡觉 不要吵到妈妈 然后两个人声音又没有办法做到很轻嘛 就是孩子 孩子嘛 还是那种笨手笨脚那种 开门关门都是很大声那种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装睡 就看到两个孩子就会偷偷地跑到你的床前 就这样看着你 他们俩会那种手就这样放在那里 就看着妈妈真的睡觉 然后他们看到我们醒了之后 两个人就会钻到我们的被子里面来 就会那个时候就觉得 哪怕你没睡醒被他们吵醒 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时刻 有的时候呢 就是孩子黏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烦 就是觉得哎呀 就是没有孩子多好啊 我能一个人亲近一会儿会怎么样 但有的时候 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就很快就会告诉自己 没有几年这种 这种孩子跟你屁股后面了 就是当你孩子长大之后 就会 就会你会特别希望跟在孩子旁边了 就是你的孩子要出去啊 或者干嘛 你会关心他要去哪儿 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很怀念 他小的时候黏在你妈妈身边的时候 说妈妈你去哪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种日子其实是在倒计时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 但是你真正想 其实也真的没有多长时间 就你想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特别的享受 就会忍不住 然后就会说 哎呀你们不要 不要那么快长大 就是让妈妈多抱你们一会儿 就会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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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